當初心情是怎麼樣調適的 嗯 應該是說我一開始是還蠻怨恨的啦 對 就是我好好一個老公怎麼變成一個女生呢 而且還比我漂亮 這件事我非常不能接受 那因為人生還要繼續 婚姻也還要維持 這個時候只有改變自己轉念 對 既然已經繼承事實了 那要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 自己過得更好 那我就當他是一個激勵我的目標 就是雖然說沒有辦法做到像他那麼極致 那我也會努力讓自己過得更好這樣子 大晚安 身為新北地檢署的反會選代言人 在這邊要宣導一些反會選的小知識 那2024年的總統立法委員大選就會要到了 有些人可能會利用這個網路 會利用這種身為的技術做變臉喔 然後散佈一些假消息 或者是說利用境外資金那個挹注 來幫助自己的選情 或者是利用選舉賭盤 來影響這個大家投票的意向喔 這些都是我們所謂廣義的 這個會選行為之一 如果有發現這些會選的行為的話 請立即撥打 我手上這支專線 讓我們來為這次選舉的公正性做把關 大家對你過去的印象都還是很強硬的正義的執法形象 所以這一次你在這個反會選的活動上 你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你身為代言人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這樣 其實自從我這樣之後 其實我之前其實確實開庭啊 或者是一般執行公務的時候會比較強勢一點 但是後來公開IG之後 我其實都會盡量的比較溫柔一點 那這一次反會選活動我也是希望說就是 利用我對就是IG的一些影響力 然後來就是宣導反會選的這個觀念這樣子 當初的心情是什麼樣的調適 應該是說我一開始是還滿怨恨的啦 對就是我好好一個老公 怎麼變成一個女生呢 而且還比我漂亮 這件事我非常不能接受 那因為人生還要繼續 至於婚姻也還要維持 這個時候呢只有改變自己轉念 對既然已經繼承事實了嘛 那要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 自己過得更好 那我就當他是一個激勵我的目標 就是雖然說沒有辦法做到像他那麼極致 那我也會努力讓自己過得更好這樣子 做得更好 感谢观看